大家好,歡迎來到今天第一節的漫迷早晨節目 表面上看這件事與曼聯沒有關係 但實際上我看完這件事之後 我覺得值得和大家分享 因為我很希望這宗轉會的細節 可以讓曼聯的管理層看到 亦狠狠地刮了他們一巴掌 希望經過這宗轉會之後 曼聯的管理層尤其是轉會團隊 真的可以醒覺 知道現在做轉會是應該怎樣做的 首先分享了Guardian的一宗報導 接著Ferbicio Romano也做了一條影片 講了更多的細節 這些資訊都會和大家分享 最後我會和大家分享 為何這件事是刮醒 希望可以刮醒曼聯的管理層 這是Guardian的James Jackson和Ferbicio Romano 聯合報導 夏洛特將會成為一個曼城的球員 剛剛星期一 在比利時做了體檢 完全過了體檢 英超的曼城 將會找多蒙特做買斷條款 買到這位21歲的 挪威籍球員 買斷條款之前一直都傳出7500萬歐羅 或者6400萬多英鎊 但這次來講 他們需要給轉會費 是少於這個很多的 這件事也預備 今個星期就會官宣 為何今個星期官宣 就是 夏蘭特很想 在今個星期官宣之後 就可以在多蒙特的主場 做一個正式的 和多蒙特的球迷 是一個Farewell 希望可以多謝多蒙特的球迷的親自 這件事可以告訴大家 夏蘭特和多蒙特的球迷 關係相當好 亦都緊張他們 這個我覺得當代的足球員 應有之道 相對來說 新手來說之前都傳過 會不會破了這個 就是我們昨天說過普巴 會不會破了這個 曼城的薪酬架 可以告訴大家 曼城這個薪酬架 是守得非常之嚴謹的 根據他們的報道 就是 夏蘭特兩年半之後 離開多蒙特 將會去曼城 拿到35萬磅的周身 大約跟迪布尼差不多 合約會有五年 換句話來說 曼城仍然堅持到他們的薪酬架 不會因為夏蘭特而改變 如果用同樣的道理的話 普巴 你想也不用想 他們不會因為你 給你很多錢 周身方面 另外大家都知道 哥迪奧拿 一直都在賺 自從阿館離開之後 希望找回一個 九號仔的球員 搞來搞去都找不到 尤其是去年 希望可以簽到哈利簡尼 誰知道 臨門脫僵 據聞 下半城的管理層 到現在 都是很不明白 和很震驚 為什麼 當時來說 用一億五都買不到這個哈利簡尼 不是其實是因為 是因為 那個叫做 Daniel Leffy 堅持了一億五 但是其實 通常來說 球員想走的話 都叫不到那麼高價 但是 Daniel Leffy 竟然 一定要堅持一億五 令到 曼城都覺得 太貴了 他就不買了 結果就買了Jack Grealish 當然 基本上 他買Jack Grealish 和買King 據聞說 沒有一個直接關係 兩個都要買的 從維拉手中 調了Jack Grealish 但是 Harry King 就沒有去到 亦都因為這樣 原來 哥迪奧娜 買不到Harry King 之後 就已經 鎖定了 夏蘭特 就是他們的前鋒目標 這位 夏蘭特 就真是 在 當夢特上場 88場 入了85球 但是 哥迪奧娜 也對他有個質疑 就是說 在曼城裡 他們很多傳送的動作 究竟 夏蘭特 可不可以做到 原來他也有個質疑 當然 黃馬 巴黎 姓耳門 不是 黃馬 對夏蘭特都有興趣 但是 現在來說 可能他們只能夠集中 去墨巴比 這個也是 Fabricio Romano 那段影片 也有關於這件事 一會兒會和大家分享 今年的曼城 一直都用 FORCE 9 陣式去踢 很多時候 迪布尼 Sherling Folden Bernardo Silva 甚至乎 Hersus 最應該9號仔 是Hersus 都是兼職 和他們幾個分享 做FORCE 9 做法 很多時候 一有不如意 Pundit就會說 為何你不正式買過9號仔 但是大家要留意 就算 今年沒有一個正式的9號仔 曼城 都是入了89球 是英超入過最多 一隊球隊 但是 很多重要的比賽 他們都是搞不定 例如 在歐聯對黃馬的賽事 其中一個 在182場職業比賽中 入了134球36個助攻 曾經有一個擔心 關於六尺四的身形 究竟會不會 容易受傷 待會 Ferbrisio Romano的影片 也有說這件事 在多蒙特 踢了很多比賽 曼城就覺得 他應該會是一個成功的 接著 要講講 Ferbrisio Romano 那段影片 講了一些什麼 仔細的位置 關於這宗傳媒 其實來說 他講的仔細 就是說 時序那裡 就是這樣的 三個禮拜前 其實他已經 跟 夏蘭特已經 跟曼城 口頭協議了 但是還有很多仔細的 要談 所以到星期一 做完體驗 才正式 搞定 整件事 下一步 就是 其實在這件事 一直談的時候 夏蘭特已經 跟 多蒙特說了 他是會離開的 因為他都尊重多蒙特 所以他親自告訴他們 他會離開 然後 現在跟曼城 談好所有事情的時候 曼城將會 下一步 去多蒙特 做出買斷條款 剛才也說過 買斷條款 將會少過 大家知道的 7500萬歐多 但少多少 就沒有人知道 還有 關於體檢 剛剛星期一 舉行了 一個重要的資訊 就是 那個體檢 是在比利時做的 也 夏蘭特完成了 這個體檢 是完美的 沒有問題的 因為之前有些傳聞 就說 他有些受傷 即是有些長期的傷患 現在已經證實了 沒有長期 嚴重的傷患 一些正常 足球員的傷患 就有 打破了一個 這樣的傳聞 這樣 現在來說 就是等 曼城搞定了 跟多蒙特 正式談好 就會兩個球會 都會 官宣 這件事 剛才你也說了 為何要這個星期做 就是因為 夏蘭特 希望可以 跟多蒙特的球迷 farewell 去到一個重點 究竟這件事 背後有些什麼 秘密要和大家分享 Felizio Romano 以及 夏蘭特 為何最終會選擇 曼城 這裡 曼聯的管理層 全會團隊 麻煩你們聽清楚 這件事究竟是怎樣發生 我估計你們應該知道 如果不知的話 記得聽 Mino Reola 雖然現在剛剛過身 但是他一直都有參與這件事 亦都成功地 將所有 有能力 買下能力的球會 的 財務條款 是一致了 換句話來說 其實 和馬 這個叫做 曼城 以及 這個拜仁 他們 如果要買 夏蘭特 財務上高 即是給的錢 其實大致上是差不多 包括轉會費 即買斷條款 包括 夏蘭特 的人工 所以轉會費不關Mino 是關多蒙特事 但是 夏蘭特的 Sign on bonus 人工多少 那些所有的條款 Mino Reola 成功地 將所有有興趣的球會 都看齊 這件事有什麼好呢 這件事的好處就是 變成 夏蘭特有一個很大的自由度 選擇哪一間球會 因為他選擇哪一間球會 錢都是差不多 所以 第一件事 刮醒 萬元的管理層 不要以為可以用錢達人 一個有心 有能力的足球員 是有能力把所有對他有興趣的球會 都一樣拿到這麼多錢 你多了一點 他不在乎的 一個如果真的有心 為了足球打拼的球員 萬元的管理層 麻煩你聽清楚 好的 第二件事 其實 為什麼 夏蘭特 最終選擇了萬成 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 哥迪奧拿 因為哥迪奧拿 其實 就剛才所說 自從買不到哈利根 之後 就已經鎖定了 這個夏蘭特 也對夏蘭特有一個質疑 但是 相反 在夏蘭特那方面 就是覺得 他覺得哥迪奧拿 第一 第二 他也很相信 哥迪奧拿 能夠執行到 這個項目 而他 也很希望 自己在這個項目 裏面 所以 他就選了 萬成 大家要留意 這件事 可能 萬元的管理層 或者轉會團隊 已經很清醒 很清醒 因為他們 選了 Erik Ten Hag 是一個 可能性 也很有理念 的教練 我自己欣賞的 就是他也是一個 上升的教練 即是他還有 很希望 成功 渴望 更加踏上一層樓的想法 所以 這件事 我覺得 萬元的轉會團隊 應該是清醒的 在未來的轉會槍 可不可以 都是用到這件事 去買我們的球員呢 我們作為萬元球迷 一定會監察著的 好 另外 就說 其他相關隊 夏蘭特有興趣的球會 究竟他們是怎樣 首先 黃加馬德里 每天都很希望 簽到 夏蘭特 這件事 大家留意 不要以為 他們想簽到 麥巴比 就搞定 其實 他們除了 很想簽 麥巴比之外 的同時 也很想簽到 夏蘭特 但是 正如剛才所說 分別就是 他們的領隊 安策落堤 雖然是一個 非常出色的領隊 但是在這個領隊方面 夏蘭特就見不到 因為大家都知道 黃馬炒領隊 好像吃生菜一樣 這也是 第三件事 跟萬元管理層說 記住 你要找到好的球員 還要是 底的球員 一定要有一個好的領隊 一個好的領隊 才可以做到 另外 反而這件事 就真的有趣了 黃馬第二個原因 為何簽不到夏蘭特 就是因為他們太多前鋒 因為大家不要忘記 除了 麥巴比 很大機會 加盟黃馬 雖然現在也有變數 其實黃馬本身 已經有賓斯瑪 有 Vinicius Junior 雖然Vinicius Junior 未必是一個正前鋒 但是 賓斯瑪 是一個 今年這麼厲害的前鋒 那 你猜 夏蘭特去到 是怎樣呢 那個競爭會是怎樣 還有麥巴比 所以 夏蘭特 未必是不喜歡競爭 但是 在曼城 完全沒有前鋒 是非常欠缺前鋒的狀態 而黃馬 是 起碼有一個很厲害的 賓斯瑪 還有一個麥巴比 Vinicius Junior 都不弱的情況之下 他就選了 曼城 我想 黃馬的領導 因為佩雷斯 也有點像這個不及 因為他猜不到 賓斯瑪 今年這麼厲害 說真的 所以 黃馬 因為這兩個原因 簽不到 夏蘭特 巴塞 亦 很想簽 夏蘭特 但是 礙於 錢方面 就真的搞不定 說真的 巴塞 連在小盒子上 都沒有 因為 他根本 達不到 Minorawla 設定簽夏蘭特 前財 那方面的目標 另外 拜仁傳聞 都是說有興趣 但是 拜仁 有一件事 吃看了 就是原來說 夏蘭特 也是想去英超 挑戰自己 因為他覺得得甲已經差不多了 要是時候挑戰 應超 所以 拜仁也因為這樣 就簽不到 所以 說真的 萬聯如果 真是給到一個好的Vision 一個好的將來 或者一個好的Project 給夏蘭特 其實就不是完全沒有機會 因為 萬聯都在英超裏面 但是 當然 我也跟大家分享過 實際上 當然是沒有機會 對不對 實際上 完全沒有機會 所以 夏蘭特 正式去曼城 恭喜曼城 恭喜夏蘭特 但是我也想跟 萬聯的管理層說 這宗轉會 正正告訴你 現今 一些好的球員 一些真的 很有能力的球員 究竟他轉會 那個思路歷程是怎樣 還有 經理人 已經可以把財務上高的東西 幫他處理 而令到他 很有自由地 選哪間球會 大家現在看到的 夏蘭特如是 遲些 我相信 麥巴比 都會是同樣的玩法 所以 用錢去達人 這件事 在現今的轉會市場 是100% 是不可以的了 為什麼呢 因為競爭對手 有錢的球會太多 好 萬聯的管理層 希望你們可以 �ed car入 經過這件事之後 真是清醒 還有 運用自己的條件 해요 遵用一些 遵用的球員 不要只想過名氣 不要只想過賣球衫 實際上 可以幫助到球隊 在我們的足球��고 內 有甚麼成分 希望 希望廷克和其他的足球總監 不知Renick參與多少 可以真的重新鎮座 可以在我們的轉會找到對的球員幫手 最重要是 在我們的訓練上 在我們的 團隊精神 和陣式 戰術 拼搏這些全部都可以提升 期待 大致上就是這樣 大家也可以說一下你對夏蘭特的轉會有什麼感覺 多謝各位視聴下台 拜拜